世界上有许多非凡的房屋,每栋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建筑。 这里有些例子。 奥地利维也纳白水楼,这座公寓楼由奥地利艺术家Freedens Wright Honderbosser设计, 以其不规则的形状,色彩缤纷的外观,以及将树木和植被融入结构中而闻名。 法国嘎那的泡泡屋,由匈牙利建筑师Andy·洛瓦奇·Antilovitch设计, 这座房子看起来像一组由相互连接的圆顶组成的泡泡, 它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瞰地中海。 荷兰·路特丹的立方体房屋,由建筑师Pit Blanc设计, 这些立方体形状的房屋以45度角倾斜,耸立在六角形塔顶。 这个概念是通过将房屋抬离地面来在城市中创造一片森林。 美国俄亥俄州星星纳提蘑菇屋, 这座异想天开的豪宅也被称为树屋, 由建筑师特里·布朗设计, 其蘑菇形结构和色彩缤纷的外观, 看起来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东西。 波兰·索波特曲线屋, 这座建筑由建筑师Zertinsky和Zalewski设计, 是Resident购物中心的一部分, 拥有弧形、奢华的外观, 给人一种直接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的建筑的印象。 墨西哥墨西哥成英五罗之家, 这座房子由建筑师哈维尔·塞诺西亚恩·哈维耶尔Synotion设计, 灵感来自英五罗贝壳的形状。 它的特点是弯曲的墙壁, 有机的形状和融入设计的郁郁葱葱的花园。 西班牙巴塞罗纳·巴特罗之家, 这座房子由著名建筑师安东尼·高迪设计, 以其超现实和有机元素而闻名。 外观酷似龙背, 内部充满复杂的细节和色彩缤纷的马赛克, 世界各地的颠倒房屋, 世界各地有几处颠倒的房屋, 里面的一切都是通过反向重力建造的。 游客可以在屋顶上行走, 体验一种颠倒的迷失方向的感觉, 让我们欣赏波兰·星巴克的颠倒屋。 这些只是世界各地许多独特且创新设计的住宅的几个例子, 每个元素都展现了建筑师和设计师 突破传统建筑界线的想象力和创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